苏联存在的70年,由一个无产阶级变成权贵特权阶级,但这却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而是因权利关系出现的。 苏联时期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的是不利日涅夫没受过教育的母亲,看见儿子丰富的汽车收藏以后,担忧地说道, 哦,这些东西太漂亮了,我亲爱的儿子。不过,要是布尔什维克回来了怎么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 许多党代表指责党员的奢侈作风丝毫不比老孩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腐败种类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一流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 要求一切工资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就罗布, 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就罗布。 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 不久之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 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斯大林接班后,更是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官僚特权阶层享有一处至多处别墅。 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有专门培养机构或保送入学, 并且可以继承房产。 最重点是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 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 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 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 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赫鲁晓夫时代首次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攻击, 撤销诸多特权,工资大开。 但列宁时代就已证明这些手段并没实质作用, 于是他开始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丢掉特权的官僚们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 成了伯利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于是伯利日涅夫时代迎来了苏共腐败的黄金器, 不断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 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他任用了大批亲信, 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 儒伯的女婿丘尔巴诺夫, 近十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 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 难用权力, 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切尔年克时期后, 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 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崛起, 国家职能部门变成股份公司后, 部长成了公司的总裁, 股份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 结果是, 这些人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夫恩和新俄罗斯人。